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七零后曾经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大部分的七零后都是在农村出生,家庭非常贫寒。 后来靠努力读书,外出打工创业,从农村走进了城里。 很多人在城里安了家,忽而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们发现自己一直活得很难,但是一直都在迎难而上。 但是岁月不饶人啊,七零后的人也老大不小了,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 他的年轻小伙子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有了各种担忧。 渐渐变老的七零后,有了五个怕。 怕,不是因为我们胆小怕事,而是因为我们从中年迈向老年,看到了人生的无奈。 一怕手里没钱,老年无益。 前两天,有几个中年男人在楼下一起喝酒。 谈到了各自的工作,一位大哥说,干一个工作干得太久,真的太烦,想辞职不干了。 其他几个朋友都有同感,唯独另一个戴眼镜的大哥闷闷不乐地没有说话,大家都问眼镜大哥怎么想。 他愁眉苦脸地说,每月就那点工资,老婆又没有正式的工作。 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再加上家庭的各种开销,压力实在大呀。 想想也的确如此。 一个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两家父母也都不宽裕,自己又没赚钱的机遇和门道。 就只能凭着一份死工资勉强地生活着。 活了几十年,人生即将过半,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是如此的潦倒,钱又无人将了。 该是怎样的一种无奈? 有钱才是做人的底气,是晚年幸福的根本所在。 年轻的时候,没有钱还没有关系。 反正以后多的是时间。 努力一点点,钱就到手了。 可是端午的七零后,赚钱的本事越来越小了。 创业的也变窄了,对于钱看得更重了。 想一想,一晃就到了退休的年纪。 到时候自己还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存款,日子怎么过? 不可能六七十岁还外出打工吧? 还有的人因为房贷发愁,在六十岁之前能不能过上无债一身轻的日子,也是一个未知数。 担心自己没有钱恐怕是通病。 二他爱人变心,老赖无败,五十岁左右的人还能遇见真爱吗? 如果此时爱人变心了,家庭破裂了,以后的日子就越过越难了。 以前夫妻一起熬过苦难的时光,体现了患难之中见真情。 现在经济条件好转了,反而矛盾多了,一起熬过了六十岁。 晚年的时候就会轻松自由,也会有更多的时间互相照顾了。 老伴是最靠谱的保姆,还是免费的。 因此,弄丢了老伴真的令人害怕。 人老了,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孤独感就像黑影一样包围了自己。 三怕父母远去,亲人离别。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笑而亲不带。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七零后的人也要面对父母生老病死的事情了。 看着老一辈的人慢慢减少,忽然领悟到了生死,但是又无能为力。 父母是最疼爱自己的人。 哪怕家里很穷,还是努力供养自己读书,帮助自己在城里安家。 如果父母生病了,自己的内心很难受。 但是自己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多,这些年为了谋生挑拨在一厢。 风里来,雨里去,很少回家乡。 想一想都对不住父母。 每次回到家,看到父母,他们又苍老了一些,又多了几条皱纹,几根白发。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都是报喜不报忧。 长大了,父母在家也是报喜不报忧啊。 打电话回去,他们会说隔壁邻居又发生了什么趣事。 对门王大妈,家里娶媳妇可热闹了。 每次问起身体,他们都会说,可好了呢,去公园走了一下午,不嫌累。 其实他们可能是刚去了医院。 为什么走着去? 因为打车要花钱呀。 有点小病小痛小不愉快。 父母总是这样隐瞒着你,生怕你分心,耽误工作。 能省则省,能拖就拖,直到有一天病重了。 他恍然大悟,原来爸爸妈妈一直在骗我,他们只是为了不给我添麻烦呀。 这时候你才会想起这句诗。 此时有子不如。 这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小时候,父母把我们养大,他们老了,我们也该多回家看看,多关心他们的身体。 别让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似怕儿女学坏,后继无人。 儿孙自有儿孙福,话是这样说的,万一儿女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手段,那么父母也会很担忧。 70后的父母儿女也年纪不小了。 很多儿女已经长大成人,还有的儿女在读书,正是改变命运的时候。 儿女的出在哪里?能不能回老家种地吧? 要是儿女在城里找不到好工作,自己又能够帮助他们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作为父母真的怕儿女学坏。 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败家子,就是全家跟着遭殃。 一个家庭,儿女如果学坏了,家庭就没有了希望。 作为70后,很多人在进城的时候,本意就是为了让儿女不再受苦受难。 能够享受到城里的教育资源,能够努力读书,在城里就业。 万一这样的希望落空了,作为父母哪能不怕呢? 五怕腰酸背痛,身体犯病。 有一次,同事老李说自己住院了,希望大家去看他。 出于关心,我和几个同事去医院看望了老李。 他躺在病床上,手里掐着两根管子。 样子令人揪心。 老李说,我是病不起啊,房贷还没还完,上有老下有小,就担心家里会没有米下锅。 老李生病了,还不敢告诉父母,父母都七十多岁了,怎么好意思打扰他们呢? 70后的人自己年纪不小了,开始感觉到病痛了,但是自己不能叫苦连天,就是生病了也只能自己扛着。 未来的依旧很漫长。 如果自己没有混出名堂,生病了也不敢随便休息。 身体经不起折腾,健康就是财富。 我们的感悟越来越深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忽然就变得沉默了。 我们奋斗了好多年,可是结果不尽人意。 以后的还得靠字,自己走下去。 作为70后,一生都是无依无靠的,不管怕什么,都要自己去面对,努力做一个坚强的人。 把各种担惊受怕放在心底。 作为70后,成长的时候,家里很穷。 从小就要干农活,走进社会的时候,靠自己打开人生局面,在变老的路上,还得靠自己去规划老年生活。 回首往事,不容易,不简单。 展望未来,还是不如意。 唯有咬紧牙关,熬到六十岁再说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五十岁之后,懂得在这四件事情上抚养自己的人,一定会越活越富贵,越活越有福气。 罗子昂是一个性情非常平和的人。 无论谁家有了喜事,他知道后,一定会前去贺喜。 如果哪个邻居家里有了为难的事情,他知道后,会主动帮忙,而且事后从来不去回报。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因为他不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人际关系平平淡淡。 如果别人没有着急的事情,有求于他。 几乎想不起他这个人的。 不过,他们全家一直过得幸福顺利。 父亲虽然已有八十高龄,但是眼不花耳不聋,走路不用拐杖。 妻子工作一直很顺,那么多工厂效益不好,而他所在的工厂一直效益很好。 孩子一直品学兼优,非常让人放心。 佛说过,福气是自己养出来的。 人生匆匆,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在短暂的人生之中善待自己。 让自己尽可能地在这一辈子过得很好。 特别是人到五十之后,长命百岁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 真正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人的一生忙忙碌碌,但其实一眨眼就已经老了。 所以如果你人到五十岁还没有。 在这四件事情上下功夫,你就要留意了。 一富养自己的存款。 人生,无论你走到了哪一个年纪阶段,当你缺钱的时候,你的底细都是卑微的。 你所有的尊严和自尊其实都不值得一提,甚至你年过五十,都还要接受你曾经冷眼旁观和嗤之以鼻的东西。 所以,人到五十之后,要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考虑。 如果你在五十岁之前没有存钱的打算,那么五十岁之你就一定要开始存钱了。 你存下的这笔钱就是你晚年的护身符。 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你存的这笔钱可能就是你的尊严和全部。 仔细想一想,我们人的一生一直都在追求体面。 小时候依靠着爸妈的财力过着衣食无忧。 不体面的生活,长大后依靠着自己的学历的本事,努力赚钱,让自己过得体面。 晚年的时候,依靠着自己半生的积累,让自己的晚年过得体面。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体面,所以在五十岁之后,那些懂得护养自己的人,他们早早地就已经有了存钱的习惯。 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年老后的生活。 这份坦然和淡定,就是他们越活越有福的底气。 二,护养自己的心态。 人到五十,年过半百,你说我们还有必要去阿谀奉承吗? 你苦苦依旧维持不好的一段关系。 一直困扰你,让你久久不能释怀。 所以,与其让这些糟心事情困扰你的下半生,还不如把手放开,随他去吧。 人到五十,身边的朋友,可能寥寥无几,甚至可能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但是没关系,自己养养花,养养宠物,甚至可以试着培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平时下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 安安静静地享受享受美食,这不就是很多人向往的晚年生活吗? 时间从未停下,所以在五十岁之后,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许明天和意外很快就会到来,所以取悦谁都不如取悦自己过得开心,所以干脆就不必取悦别人了。 过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过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当一个人被糟心的人和事缠绕的时候,他总是眉头紧锁的。 但是当一个人戒掉所谓的不愉快的人和事的时候,那么他的精气神就会,立马变得不一样。 人生其实不难,只是很多的人把自己围困在不好的事物和关系之中,寸步难行,所以最终他们才将日子过成了不好的模样。 所以,人到五十,想要培养自己以后的富贵气下,就一定要戒掉让自己糟心的人和事。 三,抚养自己的脾气。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让人不顺心的事情。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生气就变成了我们经常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生气正在逐步地毁掉我们的幸福人生。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生气是健康的头号杀手。 生气也是消耗感情的罪魁祸首。 中医常说百病源于气,其实不无道理,生气是很多疾病的来源。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最怕的就是,生气。 因为生气不仅要承受身体的苦处,而且在经济上,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都可能随时导致捉襟见肘,一贫如洗。 所以,人到五十之后,一定要善待自己,懂得情绪管理,让自己尽快地脱离情绪的苦海。 人世间的纠纷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多,把心放宽,把事看开,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的福气与此同时也就增加了。 所以,一个人一旦学会了抚养自己的脾气,那么他的心态便会好太多。 当一个人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如意时,那么他的人生,他的境遇也许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菜根坛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荣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取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疏。 人生的不如意时之八九,遇到事情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情绪上饶过自己。 当你用一种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时,你会发现百分之八十是情绪,百分之二十是事件本身。 所以当你情绪好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在你面前都不是事情。 似富养自己的品性。 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中很多的人终将都是平凡人。 我们所生活的圈子都不大。 我们所在圈子里的影响力也都是屈之可数的。 而在这个圈子之中,我们的为人处事一定会在别人的脑海中留下正面或者负面或者重肯的评价。 而当一个人人,到五十的时候,自己这前半生所做过的事情,品性,在旁人的眼里都会有一定的评价。 这评价虽然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与此同时,也是自己操劳这半生一点一滴攒下的。 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如果老板一直非常的事成。 不仅小吃做得超级好吃,而且料也很足,那么长此以往,人们对这家店的评价就是好吃,老板实在值得光顾。 但是,如果店家偷工减料,缺金少两,那么,人们对这家店的评价肯定就是负面的了。 其实人也一样。 别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这个人,常年累月一点一滴慢慢积攒下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前五十年过得非常邋遢败坏,在五十岁之后,突然之间,心革面。 别人就会夸赞这个人迷途之反,是个品行优良的人。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按照他这一生做人的品质来评价的。 所以,无论是在五十岁之前,或者是在五十岁之后,一定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名誉价值。 好的名誉就如同一块招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受人尊敬。 反之,你走到哪里都会招人窃窃私语。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啊,活着一生走这一城,有年轻就有年迈,有成长就有老去。 容颜的衰老,谁都控制不了,年龄的增长,谁都躲避不开。 就像李白的诗中所提到的,光景不带人,须于发成丝。 时光飞快,从咕咕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 追名逐利,为了家。 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到了晚年,我们的追求是什么?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认为健康最重要,其实还有比健康更重要的。 人到晚年,想要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手里要紧握这两件东西,丢了其中一样,晚年生活多半很凄惨。 一钱是人的胆,更是穷人的命。 老年手里要有几个钱? 有几个钱才不至于在需要的时候捉襟见肘,泪流满面,有几个钱才不至于在浴室的时候顿足搓手,无可奈何。 有些老人爱孩子,把全部的家当都给了孩子,甚至为了孩子一直在还借来的钱。 不是说这。 讲的老人做法是错误的。 爱孩子是天性,但千万不要为了孩子忘记了爱自己。 而孙自有儿孙福,不要全部都给孩子。 给自己留一点不是自私,而是睿智。 给自己留点钱,何尝不是爱孩子的表现呢? 孩子将来各有各自的难。 我们留点钱,不全部指望他们,等到他们着急的时候,还能帮助他们。 也许有人会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但是,钱重不重要,你却一次就知道。 很多在医院工作的人,或许看透了生老病死。 有一次和在医院的朋友聊天,我问道,你工作这么久,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他说明白了,有钱真好。 一个病人急性,现言如果救治不及时会死人,自己是个大老板,花了二百万,直接治好了。 前不久,一位肾衰竭的病人手术五十万,家人商量后,一致决定带他回家养着。 知道回家养着是什么意思吗? 等死。 癫痫其实治疗是能治愈的,十五岁的小女孩长相甜美,但是家庭条件极差,拖了很久才来医治,孩子早已傻了。 父亲身患重病需要家药,儿子为了省钱拒绝签字治疗,导致父亲病情急剧恶化,本身有望好转,最后连医生都无济于事。 有钱的人看病只关心病情是否好转,从来不问多少钱。 而没钱看病的人,第一句,就是需要花多少,根本顾不及考虑病情,尤其是在年老的时候,没有了赚钱的能力,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辛辛苦苦攒了大半年,去趟医院就所剩无几了。 和孩子们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和亲戚朋友说,又开不了口。 在你没钱的时候,只能向现实低头。 你面对这生活带来的痛苦,只能逆来顺受,因为你别无选择。 既然钱这么重要,到了晚年,一定要注意钱的问题,钱是人的胆,更是穷人的命。 一辈子要合理地利用钱财,该花的不要省,该节制的不要浪费。 老人,记住,我们要活着,老了,老了,我们奋斗了半辈子,更要好好活着。 而钱却是我们活得安稳的资本。 留点钱,衣食住行才方便,存点钱,年老生活才安心,二老有所居才是最大的幸福。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房子是他们养老的根本,是安度晚年的归属,有自己的房子,就像船靠了岸一样的踏实。 但是,还有很多老人却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晚年生活无依无靠。 一位养育了三个儿女的老爷,流落街头,被好心人带回家,给整整三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的老大爷吃了热腾腾的饭菜。 他让我睡马路上的。 说起出走的原因,老大爷眼中含泪,老伴走得早,他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两个儿。 一个女儿,他在大儿子家住了半个月,不管他怎么伺候一家人,夫妻俩都没有好脸色。 儿子开车,把他扔到路边,还恶狠狠地说,不要回来了,我们不欢迎你。 老大爷没有地方可去,就在路边睡了一晚。 给老大爷吃饭的这家人听了都很愤怒,商量着把老大爷送回自己的家。 但是,老大爷说在老伴去世后,便把老房子的宅基地分给了两个儿子。 从那时起,老大爷便没有了自己的房子,只能轮着睡在自己儿子和女儿家。 但是,大儿子为什么会这么对待自己的父亲呢? 原来,大儿子要盖房子需要钱,就问老大爷要钱,但是老大爷房子都分了,积蓄也没有,哪有什么? 大儿子认为老大爷偏心,把钱给了弟弟,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所以不愿意照顾他。 好心人领着老大爷回到他大儿子家,可谁知一来到他儿子家,老大爷的儿子就大喊,滚,你这老不死的怎么回来的? 经过大家很长时间的劝说,老大爷的儿子才同意让他留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老大爷又被儿子撵了出来。 此时正是寒冬腊月,可怜的老大爷穿着单薄的衣服又睡在了马路边上,在瑟瑟发抖的寒夜里终于绝望而死。 如果老大爷当初没有把房子分给两个儿子,也许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好歹还有个住的地方,我们总是怕给儿女不够多。 不够好,却没有为自己想想,辛苦了一辈子,连家都没有守住一辈子,全心全意地为儿女付出所有,最后都得到了什么? 被嫌弃,被冷落,人生,夫妻也好,母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独立的个体,要学会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的晚年未雨绸缪。 自己的房子,哪怕是瓦屋毛舍,也是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家,和老伴一起过晚年生活,不至于居无定所,让双方都心里踏实。 毕竟老了的时候,儿女未必还需要,我们也未必愿意陪伴,我们有自己的家,孩子想来就看看,一桌子菜招待,孩子不来不打。 找给他独立空间,有自己的窝,不至于在风雨来袭的时候没有遮风挡雨的屋檐,有自己的窝,不至于在儿女不待见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 房子多大多小真的不重要,地段多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给自己和老伴一份心安,一份可以独自生活的底气。 孩子想和我们住,我们就搬过去,自己的窝租出去也是一份收入。 孩子若不想和我们住,我们就独立,偶尔见见面,不至于难过,父母爱孩子是天性,孩子爱父母是人性, 不指望孩子,不依赖孩子,我们的老年生活才更自在。 而有女友不如自己有,若有一些闲钱闲情,那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莫对任何人倾尽所有。 自己的人生自己规划,自己的晚年自己掌控,多为自己着想,留两手,为雨绸缪,方得体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艰苦的2021年,身边大多数人都丢了工作,有些人直接从管理层降到了基层。 有些人直接被辞退出了局,有些人左找右找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充当一个无业游民。 前几天如意间看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感慨。 他说,今年的环境真的差,原本想疫情过去后,能回到岗位上继续上班,谁知道工厂倒闭了。 老板体谅我们这些老员工,补了两个月的工资。 算是人质易尽了,上个月关系也拖了,亲戚朋友也找了,可就是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人生仿佛回到了解放前。 看到朋友这番话后,我很好奇,便在微信问朋友。 老方,听说,你找了一个月都找不到工作,没可能吧? 他回复说,不是找不到,而是这些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性质不同,有出入。 你看我之前吧,也算是一个中层白领,现在就算再差。 也不可能到餐厅里端盘子吧,多丢人。 听到朋友这番话后,其实我就明白他的想法所在了。 在他看来,虽然自己人到中年了,可工作这种东西不能将就,只能找到和之前差不多的,否则就不干。 这种做法就是我们常说的。 眼高手低的行为,正如单位的老领导所说,有钱赚就不错了,你还想找份招九晚五月月五位数的工作。 这个社会啊,没饭吃是你的事,谁会将就着你呢? 老领导常跟我们说这样的话语,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却说出了人生的真相。 人到中年,想吃饭靠自己,想要脱关系,可是又有谁能有那么多的关系呢? 如果你现在没了工作,或者收入太低,不妨听听老领导说的这四句话,也许会给你带来些少的帮助。 一、凡是好做的工作,必然收入低。 工厂关门,老王和老李都失去了饭碗。 老王原来是主任,每天闷在屋里,不出去找工作,也不出去散心。 没过几年,机遇成疾,花光了积蓄,拖累了拳。 还是早早地走了。 老李原来就职工人,在住家附近找了一个看大门的工作,月薪不过两千元, 两班倒没有压力,回家帮老婆做做家务,每天开开心心,知足常乐。 老王的老婆羡慕老李的老伴,人生算大账,还是老王吃亏了。 所以啊,四五十岁失去工作,首先要保持乐观心态。 哪怕找一个门卫的工作,全当每天活动筋骨了,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 老领导常跟我们说,不用动脑的工作,你工资想高也高不了哪里去。 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抱怨说自己的工作薪水低,物价涨得那么厉害,老板多年也不加工资,随后便整日忧愁着。 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大有发生。 工作其实就是个人能力水平的体现。 想想看,如果能力高,那么自然就要承受困难级别较高的工作。 而这背后你的薪水回报也会很高,可如果你没有什么能力,只能凭一身的满力去做事。 其实这样的好做的工作,它所能给你带来的回报也就很低,甚至只能换来三餐温饱而已。 人到中年,只要工资低,就要想想自己的工作和其他高工资的公司相比,是不是有点好做了? 二人的面子比不过一张钞票。 老领导常跟我们说,现在赚钱不容易啊,如果别人能给我一百块,就算他叫我学狗叫,我也会去做。 每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下面的人都在笑,认为他颜值过重,可就是这样的重,却反映了生活。 现实,那就是人的面子往往比不过一张钞票,就像那个不愿端盘子的朋友一样。 他为人处事就是太过于注重面子,不懂得灵活变通,而到现在,他依旧在家啃劳本度日,毫无生路可言。 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大多数人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肯拉下面子去做层次较低的工作。 就像一个干惯了管理层的人,有一天,假如他被辞退了,那么他所要找的工作,也一定是管理层的工作,绝对不会和基层工作去沾边。 可是当人去到了一定的地步,没钱的时候,就该转变思维做事,放下面子,才能赚钱养活自己。 三,如果不拼,你所占的伏兵就会越来越小。 老领导常跟我们说,想要在社会中生存,还是得靠自己。 某条出路,否则你就会被生活逼到绝路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人无论去到哪个阶段,都要找好方向去折腾自己。 要知道,人生本就是在痛苦中,磨砺人生,不管是富二代还是寒门子弟,如果人不去折腾,不去左右突击,到最后谁也无法生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富二代的人生是守夜的过程,而寒门子弟的人生却是创业的过程。 所谓守夜难,创业更难,无论是哪个方面都是一种挑战。 人到中年,不管怎样,为了那两口暖饭,还是得好好的逼自己一把,让自己去找一条生路。 生活还得自己一个人去过,余生的道路还得自己一个人去走。 那么想走一条康庄? 大道,想要过幸福的日子,还得去左右突击,以此换来自己该有的余地和站位,和生活较量。 如果自己走上了绝路,没有转弯的余地,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本和生活对抗的? 与其等着天上掉馅饼,不如默默地去充电。 老领导常说,天上掉馅饼不是可以,但如果真的掉下来了,而你跑得比别人慢,你连看到馅饼的机会也没有。 人到中年为何容易丢了工作? 就是因为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每当有人进入职场的时候,什么人最担心忧虑呢? 很明显就是中年人。 中年时期其实就是工作的守成时期,如果守不住,那么只能是一降再降,最后被人扫地出去。 社会很残酷,物净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永远适用。 要知道,好的工作自然大多数人争着去做,那么这份工作的压力就会很大,人也就容易被取代。 而不好的工作,其实就是动脑成体力,干活比较多。 可人到中年,自己的体力没有年轻人旺盛,自己的脑子没有年轻人灵活,倘若不去给自己充点电,那么又有谁能拯救自己呢? 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四十岁以后的人还在失业中徘徊着,其实就得好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明白,只有能力强了,才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工作说到底,就是个人能力和价值的体现。 也许这么说,会有时偏颇,甚至很刺耳,但要知道,想要在上天掉馅饼时跑得比别人快,就得在平时好好去做好。 好准备,这个社会其实就是终生学习的社会。 想要终须有日,龙穿凤就该提升底气,提升工作,技能和实力。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过六十,忙忙碌碌一辈子,终于熬到退休的年龄。 大多数人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终于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不用早出晚归了,能够好好休息自己了。 一辈子为儿为女人过六十,儿女已经成家立业,孙辈也已经开始上学,该处理操心的日子都过去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完成了,也不用上班了。 此时无事一身轻,到了享受晚年时光的日子了。 夕阳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过六十,生命已经进入老态。 无论你自己怎样不服老,在年轻人的眼中,你就是老头老太太。 人过六十,身体就要走下坡路。 有的人因为年轻时没有保养身体,导致身体已经变得朽败不堪,被疾病和痛苦所困扰。 所以,人到六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是人生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过六十,怎样度过余生? 有的人一旦退休,忽然无所事事,闲着就很不适应。 有的人闲出一身毛病,精神体力衰减,活得无精打采。 有的人闲着喝酒,打牌,甚至赌博,甚至有些人为老不尊,做出一些荒唐事,晚节。 富宝,人过六十,怎样让自己的余生活得有意义,活得健康快乐? 这五种生活方式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一选择信仰,人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信念,需要一种力量,才能活下去。 年轻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为了爱情,为了事业,为了金钱,为了家庭,为了幸福。 能够奋不顾身地去打拼,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 当你退休了,无所事事,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 甚至儿女远离自己一个人生活,至多和老伴相依为命。 热闹的地方又不想去,此时选择有信仰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人说到底还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动物。 人过六十,如果体弱多病,儿女又不在身边,就会感到孤立无援,没有依靠。 如果有自己的信仰,就会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有心灵上的归属感。 如果年轻时就有自己的信仰,此时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修行了。 信仰耶稣的,可以皈依心中的主和上帝,信仰佛教的,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念到往生极乐世界。 总之,孔子、老子、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可以拯救你的心灵。 选择有信仰的生活,是一种精神的修养和寄托。 老年生活无惧孤单和生死。 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人过六十,生命进入晚年,要。 后懂得享受晚年的时光,不要把生活过得单调无聊,没有生趣。 不要总是闲着,要给自己找点事做。 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日子才会过得有滋有味。 年轻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梦,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也许为了生活,只能屈服于现实和命运。 把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和梦,把那些高雅的兴趣和爱好,默默地放在了心底。 如今闲来无事,都可以重新拾起来,说不定还能取得不俗的成就。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充实。 琴棋书画,每一样都是艺术,都是学问,都够研究一辈子。 能够培养对才艺的兴趣。 不但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后延年益寿。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的爱好更是多种多样。 总之,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闲来无事,养花种草,遛狗斗鸟,读书看报,散步跳舞。 都能打发时间,不会过得无聊。 三,养生锻炼。 人过六时,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人老了,不得不面对身体出现的种种问题。 能够学会养生,懂得养生之道,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对自己有用的健身法则,才能够少病少灾,去病延年。 人过六时,要每天坚持锻炼,让自己动起来,不要总是懒得活动,要劳逸结合,动静结合。 生命既要运动,又要修养,要。 好时刻放松自己的心情,调整自己的心态。 能够活得高兴快乐,就是最好的长生不老药。 要把养生的信念贯穿自己生命的始终。 能够保证身体健康,才会有生命的质量。 养生的目的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身心,保持最好的生命状态,不但保证健康,还能够延年益寿。 人老了,最怕病啊疼啊,不是打针,就是吃药,甚至还要住院卧床。 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然而生命就没有了质量,活着就是受罪,甚至生不如死。 这个生命就会带给你无尽的痛苦,能够懂得养生,就会减少这个肉体之身的毛病和痛苦。 似观光旅游,满世界看一看,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远方。 年轻时为了工作,为了家庭,还因为经济的负担。 要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真的不容易。 也许是一种奢望。 现在子女都成家立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更加多的时间去外面的世界体验。 人过六十,退休了,有时间了,有钱了,趁着身体还健康,到处去逛逛,满世界看一看。 年轻时想去,没有去的地方,一定要去看看,生命才不会有遗憾。 世界那么大,有多少我们曾经向往的美好。 背起行囊,来一场浪漫的旅行,生命就圆满了。 智者乐山,人者要水。 观光旅游,游山玩水,对老年人来说,多了与大自然融合的机会。 也会让自己的心胸变得开阔,比整天窝在家中心灵要敞亮得多。 物发挥余热,热衷公益人这一生怎样过都是自己的选择。 只要不伤害别人,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不做违法犯罪的事,不做对国家,集体利益有害的事。 你过怎样的生活没有对错,别人也没有干涉你的权利。 然而,人的道德和行为决定了自己的人品和社会层次。 自私自利者只想到自己,对于社会,对人群是没有功德的。 对别人更多的是索取。 而那些积德行善的人,有很高的思想境界,能够为国为民谋取福利,对社会更多的是奉献。 自私者和有德者人品有云泥之别。 人过六时,要想余生更有意义,就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境界。 能够尽己所能,发挥余热,能够多做公义,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许生命才更有价值。 人过六时,以上五种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状态,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中年人的日子真的过得很苦。 上游老下游小,房贷车贷总是把自己逼得走投无。 五十岁的人仍然是中年人,但是中年已经接近尾声了,一晃就要到退休年龄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优,五十岁的人应该多想一想老年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别只顾眼前。 等自己六十岁了,再来考虑养老的问题已经太晚了。 人老了,精力不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充沛,赚钱的机会也不会太多。 人过五十,要守住以下六样东西,避免弯井凄凉。 人这一生,五十岁之前是打拼人生,五十岁之后要守住成果,一守住财富。 如果一个人从二十多岁就开始打拼,到了五十岁,应该能够有一定的存款了。 即便没有存款,但是有了赚钱和存钱的能力。 五十岁之前孩子还小,因为培养孩子花了不少精力和金钱,没有存款也情有可原。 但是五十岁之后,如果还不懂得,好好存钱,把钱都给了孩子,那么多半会完整几两。 很多父母认为,把自己所有财产都给儿女,等自己老了,儿女会管自己养老。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有孝心,就是儿女有孝心,还要问一问女婿和媳妇是否有孝心,他们会不会同意和老人一起住。 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王大爷,把房子卖掉了。 把存款都取出来,这是女儿芳芳在广州买房,王大爷退休之后去了女儿家去住。 但是,女婿常常说一些风凉话,王大爷受不了,就搬回来住。 他宁愿住在小区的杂房里,也不愿意去女儿家住了。 王大爷就是没有守住自己的财富晚年,过得很可怜。 五十岁的人守住财富,留下一笔养老的钱,肯定没有错,别从六十岁开始存钱,太晚了。 二守住家庭 五十岁之后,你的长大成人了,你应该让儿女分家,不要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家里人多了,虽然很热闹,但是矛盾很多。 并且儿女多半会有啃老的现象。 在生活费方面,儿女都不愿意上当,只能是父母掏钱买菜买米。 长期如此啊,父母的家底都会被掏空。 儿女分家之后,作为父母的就轻松多了,家庭不那么热闹,但是两口子的日子更加温馨。 人生就是几十年,不能够一辈子为别人操劳。 总要,留下一些时间享受人生。 一个温馨的家,就是你后半生的幸福之愿。 当然,你还要学会放下所有不现实的爱情,曾经爱过的人既然无缘在一起,那就都放下吧。 不要去想了,不要去见面了,也不要等待爱情的奇迹。 身边有人陪你一起变老,你就知足吧。 三,守住自己的嘴。 俗话说,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一个人不懂得好好说话,就容易得罪人,容易卷入是是非非。 五十岁的人,在家里也是长辈了,在单位也是老员工了。 到了这个岁数,就应该更注重自己的形象,别信口开河,别说愤怒。 的话,抱怨的话。 守住嘴,就是守住好的人品和形象。 五十岁之后,事事非非越少,生活就越幸福。 特别啊,是家里学会守嘴。 夫妻就不会互相责备。 几代人之间就不会互相埋怨。 有人说,年纪大的人要学会装聋作哑,才能长寿。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很多事情,眼不见,心不烦,左耳朵近,右耳朵出,从来不评价。 生活就清静,心灵就安静了,哪有不长寿的道理。 四守住健康的身体。 养老要趁早,别等退休了才想起要健身。 五十岁之后啊,要加强锻炼,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在单位你也是年纪偏大的员工了,别和年轻人在一起拼命了。 你要尽量减少加班熬夜的情况,你拿健康换金钱划不来。 人啊,弄丢了健康,就弄丢了一切。 不管你年轻的时候得到了多少财富,你没有健康的身体,财富都不值钱,你也无福消瘦。 小区的老孟今年五十三岁,他喜欢吃吃喝喝,常常去参加聚会,常常喝醉。 有一次,他喝醉之后,躺在马路边上呼呼大睡。 马上车流如枝,真的为老孟担心。 还好家人及时找到了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老孟不知悔改,迟早有一天会害了自己。 五十多岁的人,身体在左,下坡。 那么就要通过减轻工作压力,生活负担来调整身体,不能硬扛。 不能够不服输。 五,守住养老的房子。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居无定所的老人真的很可怜。 还有,老人想要自己买房子,也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除非有一大笔的存款,还有较多的养老金。 否则,买了房子之后,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五十岁的人应该考虑到自己养老的房子的问题,不能够想着去和儿女一起住。 我的同事老李说,我现在把房子给儿子就行了,反正迟早都要给他。 是啊。 很多父母宁愿把自己。 你唯一的房子给儿女,满以为儿女成家之后会接纳自己。 殊不知,在家里也要受儿女的脸色。 最可恶的是,有的儿女一旦把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就把父母赶出去住。 在农村,有的父母辛辛苦苦一辈子建了新房子给了儿女住。 自己却被儿女赶到牛棚里居住,真的令人费解。 五十多岁的人,以后的时间还长,不要急着把房子给儿女,等自己真的走不动了,再把房子给儿女也不迟。 房子不在乎大小,只要能够遮风挡雨就好。 不要等自己老了,还在街上流浪,那就真的晚景凄凉了。 六手助老友的感情。 人老了如何过日子? 没有兴趣爱好,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就会闲出病来,肯定不是好事。 五十岁的时候,你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方说学画画,唱歌,跳舞。 骑行等。 任何兴趣爱好啊,不是一个人慢慢摸索,需要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共同摸索。 有三五好友能够小聚在一起研究爱好,也是很好的养老方式。 五十岁之后,不能够麻木不合群,不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 有朋友的老人,生活才会充实,常常有人关心。 朱子家训里写道,一周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半缕,横念,物力为奸。 亦为羽而筹谋,物林可而绝景。 人过五十,对于养老的问题要未雨筹谋,守住以上六样东西。 善待自己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古话说得好,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的老祖宗通过多年经验,总结出了很多俗语,以此来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 比如,我们常听到的钱有三不借,离有三不随,路有三不走。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俗语。 以前有三不借,借钱这个事情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遇到过,这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三不接一,许诺高西部在生活中,有些亲朋好友或者左邻右舍到处借钱,但是借到的钱寥寥无几。 毕竟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们就想出一些方法。 许诺给以高西,利用大优惠来吸引人的眼球。 因此,一些人见到如此高的利息比银行的利息高好几倍就眼馋了。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借个万八千的,没想到很快就获利很多,于是就放松了警惕,相信了对方。 把自己全部家底都借了出去。 可是好景不长。 慢慢的利息没有了。 一看形势不好,抓紧去要本钱时,本钱也拿不回来了。 对方就是没有钱,还耍起了赖皮,有的还避而不见,更有甚者把手机微信也拉黑了,人消失不见了。 这样的例子真不少,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掉线顶。 他要是有钱还找你借,还给你高利息,你看中了他的利息,他看中了你的本金。 二,用途不当不借很多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万不得已才去借钱。 往往是因为家里遇到了急难事情,一是资金紧缺,没有办法才急急忙忙到处借钱。 比如有的家里小孩子考入高等学府,但是因为家里比收入不高,学费不足,需要借钱,这是正常情况。 还有家人出现疑难杂症,急需用钱,到处借钱,这也是人之常情,该借当借。 但是,如果借钱用于不正当途径,可一定擦亮眼睛,不能随便解出,否则有去无回。 在生活中,有的人好吃懒做,借钱去吃喝玩乐,消费娱乐,还有的去赌博赚钱,越陷越深,得不偿失。 还有的借钱去放高利贷,来个利滚利等等。 这些借钱,不适用于正常业务和事情,借出去可能基本就遥遥无期了。 三言而无信不接。 俗话说得好,说好借好,还在借。 借不难。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讲究诚信,懂得感恩,借钱及时归还,千恩万谢,这样的人是诚信之人,懂得感恩,及时归还,是值得信赖的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人,借钱时尽是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信誓旦旦,可是到了还钱的时候,却是避而不谈,早忘得一干二净,就是不提还钱的事,没办法,上门要吧。 可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说没钱,就是说等等,一拖再拖,不知要到猴年马月,甚至自己有钱了,也不还。 这就是言而无信的人,也不在少数啊。 我们借钱。 陈时一定了解一下人品,不能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一定要注意,否则,钱借出去就不好要了。 二理有三不随,随理是我们的一个习俗,现在社会上不管什么事情都盛行随理了,弄得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随理的呢。 所以随理要慎重,不能盲目地随理。 一只收理不往外随理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们,各种各样,人们有着不同的想法。 一些人,你给他随理,本来就是你来我往的事情,但是一些人爱占小便宜,往往只是收理,遇到别人的事情就不往外随理。 这些人确实是很弃人,竟然也占这种便宜。 便宜,所以记着别给这种人随理。 往往你的礼金就是打水漂了,不可能收回来了。 二不通知你的人。 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了事情,都是要逐一通知亲朋好友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好提前准备。 有些时候,要办酒席,大家也需要知道哪一天办酒席等等的一些事情。 纵然是大家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时间,但是还是需要主家通知才有面子来。 如果是没有通知你,很多人往往认为是看不起自己吗? 或者是以后不再和自己继续下去了,所以没有得到通知的话,请不要随理,肯定里面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 遇到这种问题,你如果是知道原因还可以。 不知道原因的话,那就是要想想了,是什么原因人家没有通知你? 三和主家有一定亲近关系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结婚这件事。 比如你结婚,那么你叔叔大爷家的孩子,也就是说你的堂哥堂弟们,通常情况下是不用随理的。 这是规矩,但是他们会过来帮忙干活的,这也是规矩。 不过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也是和各个地区的习惯有关系。 小编所在的家乡,一般是这样的。 你们家乡的呢? 欢迎留言。 三路有三路有三步走。 没有做过的生意,不要轻易尝试。 虽然有句话说,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路都是可以走的。 风险很大的事情,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 因为风险大的话,可能一次走错,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如果真的要尝试,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有了足够的把握或者是方法后路,这样的话,风险是比较小的。 二,充满诱惑的路要看。 很清楚。 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陷阱的,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所以说,充满诱惑的路要看清楚了,因为误入歧途的话,就可能是人生的深渊,是很难再爬起来的。 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掉进陷阱。 就比如赌博。 这样的路一定不能进去,不能走,充满了一夜暴富的诱惑,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跌进了深渊,所以要注意。 三起点太高的路,不要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心高气傲,都想要赚大钱,所以很多人想要高工资,高起点的工作。 但是很多时候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有些人还会因此,自进入传销组织。 所以,想要赚钱是好事,但是要选择正常的可行的途径,一份努力,一份收获,天上是没有掉馅饼的事情的。 所以,一味地追求高利益,赚钱快,赚钱轻松地活,最终吃亏的可能还是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